浴池裡的溫泉水一片混濁幾乎全黑 雖然還是有水從管子裡流出來 替換水池裡的水 但似乎沒有明顯改善 這裡是位在陽明山的北投前山公務員公公浴池 有民眾本來想泡湯 到了現場才知道暫停開放 哈努颱風為北部帶來強風好雨 公公浴池只要雨勢比較大 就會出現這種情況 主要是因為上游吸水 颱風大雨後雜質變多 和溫泉源頭裡的硫化物 產生化學反應 黑色硫化鐵沉積在公公浴池裡面 其實我們咬一盆溫泉水來看 其實它的水還算是乾淨非常清澈的 那其實這個還是可以泡 不會影響到健康 但是因為考量到民眾的觀感 還是會決定暫停開放 過去碰上大雨就有類似的情況出現 但多久才能重新開放 還要試水質狀況 只要上游的水恢復清澈就會開放 過去經驗大概一個星期內就會恢復 但民眾如果打算到這裡泡溫泉 可以先打電話到花卉中心確認 不過受影響的不止這裡 吊車進到公園 清理倒塌的涼亭殘骸 卡努颱颱風造成北市強風不斷 文山區萬有二號公園 涼亭直接被吹塌 民眾一大早來到公園運動散步 發現平常休息的地方被移為平地 趕緊通報 當地地長說木造涼亭根部疑似 早已腐朽 這回直接被吹倒 幸好事發在半夜沒有釀塵傷亡 雖然颱風沒有登陸 還需在各地釀塵災情 TVBS新聞綜合報導